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安静静走自己的路 动情后女人是管家婆想掌控男人的一切 变心后女人是伪装者小心隐藏着自己的心思 女人以为感情的转变是可以隐藏的 可不管是动情还是变心都是很难藏住的 尤其是在变心之后很多地方都会暴露你自己的内心世界 女人之所以非常自信的认为自己藏得住 主要是因为男人敏锐度不够 没有及时察觉到女人的转变 这才让女人越发肆无忌惮 事实上任何事情在发生转变之后都是有迹可循的 只要你认真去观察就不会给人伤害你的机会 感情里最容易受伤的都是那些自以为是掉以轻心的男人 男人别太自信 别以为感情永远不变 或许在下一秒爱就消失无踪了 感情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稳定 现实生活中有太多影响感情的因素存在 不经意间爱就会被消耗殆尽 爱没了所有的付出都只会变成一场空 不是女人藏得深 而是男人不上心 男人要知道女人变心后 会有三不管别掉以轻心 所谓三不管 其实就是不管你的行踪 不管你的心情 不管你的生活 一一还爱着童凯的时候 就把自己变成了管家婆 什么事都要过问 什么事都要管 一天要给童凯打很多电话 询问他的行踪 一个电话没接 他就非常生气 童凯虽然抱怨 但还是一五一十 汇报自己的行踪 就想让一一信任他 不过从前段时间开始 一一竟不再管他的行踪了 打电话的次数也越来越少 童凯心里也有疑惑 但不管 但不被管着的喜悦 冲淡了疑惑 他也就没太在意 慢慢发现 一一竟也不管他的心情了 以前他心情不好的时候 一一会陪着他逗他开心 现在他就是生气到爆炸 一一也不愿意来搭理他 童凯这才有了怀疑 直到他发现一一 不再过问他的生活后 他才确信 一一已经变心了 一一是可非常细心的人 在生活中 将童凯照顾得非常好 可是现在一一什么也不管了 童凯也就确信 他的爱变了 感情的转变是很明显的 只要你仔细观察 就不会错过任何一点端倪 女人变心后 会有三不管 别掉以轻心 一 不管你的行踪 恋爱中的人 对彼此的行踪都是很执着的 即便无法相伴同行 也要知道对方的行踪 了解行踪这个行为 其实也是在给自己寻求一个安心感 知道对方在哪里 就算没有待在一起 心里也是安心的 女人过问你的行踪 是爱你的证明 女人不再管你的行踪了 就说明他已经变心了 他都不想了解你的动向了 还会爱你吗 当你发现女人不再管你的行踪时 你最好别掉以轻心 认真去观察 你会发现端倪 二 不管你的心情 恋人交往是需要顾及对方的 互相顾及对方的心情 只有两个人都有好心情了 这段感情才能平稳向前 女人爱着你时 他会非常在意你的心情 你有一点小小的异样 他都会记在心里 然后想办法来改变你的心情 女人变心后 就不会再顾及你的心情了 你心情是好是坏 不会对他造成任何影响 他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顾及你 女人的态度已经变了 证明他对你的爱已经没了 他再怎么用心付出 他也不会回心转意 三 不管你的生活 女人在爱上你之后 就会致力于融入你的生活 爱你的女人 想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 不爱你的女人 就会脱离你的生活 女人还爱着你时 她会努力 将两个人的生活融为一体 贴心 照顾你 用心陪伴你 女人不爱你后 就算你主动求她来融入 她也不屑一顾 女人的爱是融入在生活中的 一旦她变心了生活里 就再也找不到她爱你的踪迹了 可别掉以轻心 女人是爱你还是不爱你 区别是非常明显的 不管她如何伪装 都会在不经意间暴露自己的真心 爱着你的女人 会把你捧到高处 一切以你为主 已经变心的女人 就再也不会去管你了 你事好事坏 与她毫无关系 仔细观察 你就会发现 女人变心后会有三不管 千万别掉以轻心 在女人变心之前 你要牢牢抓住她的心 这样才不会担心她离开 感情的世界充满了变数 每一个变数都会影响感情的整体走向 任何时候 你都要谨慎 小心 保持理智 一旦掉以轻心 感情就会走偏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